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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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我們介紹了泰拳的發展 場地以及裝備 今集我們會示範一下 泰拳的基礎訓練 我們一起熱身吧 泰拳是一門包含攻防技術的武術 主要的訓練內容 包括拳、腳、爭、膝的攻防訓練 同時亦有在擂台上 與對手對視的步法訓練 以保持與對手的距離, 視機移動 首先介紹拳法 可以分為直拳、勾拳、擺拳等 訓練可以打影子拳和沙包為主 兩者分別可以訓練出拳的速度和力度 打沙包通常以特定時間為一組 例如以七乘力量連續打90秒 拒隔休息一分鐘, 打五組 腿法方面 主要可以分為登腿及掃腿踢兩類腿法 以右登腿為例 方法為提右腿和膝 置到胸口位置 然後向前登出 掃腿方面 以右掃踢為例 右腿情弧線向目標擊打 力達腳面及勁骨 掃腿特別強調身體阻力 和支撐腳踏內旋 令身體協調一致 訓練以擊打沙包為主 掌踢方面 分為平爭、逼爭、扎爭、蓋爭、反爭、雙爭等 以左平爭為例 方法為抬起左臂、屈爭與肩平 左爭情弧線向前橫踢 力達爭尖 室法方面分為衝膝、彎室、扎室、穿室、飛室等 以右衝膝為例 利用左腳掌登地 右膝向前上方向猛衝 力達室尖 打沙包是我們其中一種主要訓練 可以改善我們姿勢的準確度 提升擊打的力量等 但比賽時 對手畢竟會不停地移動 甚至會有擋隔和反擊的動作等等 所以我們在訓練中 都會加入一些打靶和對打的訓練 去提升我們的反應 高防的技術 轉手為攻的時機拿捏等等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些拆招的訓練 去將實戰的情況 融合在訓練中 當對手以右腳作出前燈攻擊時 先以左手撥下燈腿 令對方失去平衡之後 再以右腿反擊 當對手以直拳向前攻擊時 先以手撥開直拳 身體及手搶向前作出平衡 及攻擊對方胸膛 我中學時候暑假跟同學參加拳館的 暑期班 結果打了13年 其實最初打算減肥 跟了一個打比賽的師兄上去玩 然後自己一進去 其實已經是一個拳手的訓練 然後自己學了四個月 然後已經出現第一場公開賽 就是要做一個拳手的訓練 所以我會覺得是否有一個 泰拳是一個鬥志流利的運動 除了要有體能和力量之外 也要配合技術和策略 才可以在分秒之間取勝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吸引的地方 拳館裡學了很多不同的拳腳 爭拭的技術 你會很想在比賽中用下去 然後找多點位置去打別人 而且很享受當我打中別人的時候 台下的歡呼聲 在未打泰拳前 其實我是比較內向、比較少運動 接觸泰拳後 我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跟其他泰拳的愛好者有交流 代人處事上也有進步 除此之外,我透過泰拳 亦有很多不同出國雜訓和比賽的機會 可以令我的人生經歷大大增加了不少 我覺得對於我的人中 是比較硬朗了很多 在比賽中,你不打別人 別人就會打你 就等於你在人生道路上 每一件事是為你停止的 你只是每一步都是自己去走 自己去建立 這才是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一定要夠硬朗 你自己夠獨立去處理任何的事 希望看完兩集後 大家除了加深對泰拳的認識 亦會一起投入這項運動 如果想參與泰拳 或者進一步認識泰拳 歡迎大家瀏覽康文署 跟中國泰拳理事會網頁 當中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歡迎大家來參與 評論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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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